接着要跟各位讲家庭的配电 来 你们可能有人在别的地方听过这个名字了 所谓的火线或红线 我们的这个图的左手边 那个就是变压器 进到你家前那个变压器 22kV的变压器 然后呢把这个电拉到你家之后 有两条火线 火线就是有电的 那个电会流出来的 有电的 中信线你让它是回家的 进到你说它怎么会回去的 所以中信线上是没有电的 它怎么要回家要回去的 然后呢由这样的东西就做出了 我们等一下交的110跟220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怎么样做会125的 怎么样做会125的 先说我们有两条火线一条中信线 中信线会拉回去变压器那边接地 接地 我们后面再讲一次接地 所以变压器进到家里面 然后我们它就有个110伏特62的交流电 中信线拉回变压器做接地主理 电压当做是0 电压当做是0 好 是这样 这两条火线各是110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正110 一个负110 你就把它想成这样就好了 细节 我说不讨论 所以如果你接了火线跟中信线 股上变成an或者是bn的话 你的电就多少 110伏特 如果你去接a跟b呢 一个正110 一个负110 变成了220 你就得到220伏特的电 所以如果你用a跟b的火线去接中信线 你就得到110 如果你去拉那两条火线 就会串就是220 所以你家里的插座有110伏特 有220伏特 220伏特 然后220伏特就是给那种大功率的 耗电量大的 用矿路质冷气机 都是冷气机 那就是你们家里的基本上的配置是这样子 有个瓦时计 后面要交 这是电力公司把电送到你家的第一关 经过瓦时计 算你们家用多少电 然后再进到配电盘 通常是在客厅 有一个墙壁上有一个铁的 打开有没有好几个开关 那个配电盘 然后我们可以来拉线拉出去 拉到插座 110伏特 拉到你们家 天花板上那个灯 110伏特 然后拉到一个冷气机的插孔 221伏特 然后你就可以插机机会有电 然后呢 就是大致上的原理是这样 中间的无荣丝开关 我们后面再交 因为现在基本上家里都是用无荣丝开关 但我们后面再讲 就是家里的配电大概就长成这个样子 长成这样子 我说你有注意到我们的插座 其实有一大一小吗 小孔是火线 大孔是中性线 我有碰过这个插头 是做的正确 一大一小 插满了插不进去 可是聪明的台湾人 后面把它做成两个一样大 你怎么插都插得进去 这样做是危险的 因为你把有电跟没有电那会搞混 你就比较有力发生触电的危险 好了 这历史上是什么 等一下在教接地的时候 讲到这历史上都发生过很多次 该接地没有接地 然后就漏电 然后就触电 然后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是有两个 这有一种电电笔你知道吗 电电螺丝那笔 插上去灯会亮 它是有电 要把它插在哪里 火线上 所以你可以回家 来看看你们家的那个水电门会接错 接小孔插上去灯会亮 接大口插上去灯会亮 然后它火线跟中心线接错了 它接错了 它有马线接错 不然应该是小孔的火线会亮 大孔的中心线不会亮 不会亮 你就会变一变 看它有没有变 变出正常 所以开关要放在火线上 有电的地方 后面要保险师 也应该放在火线上 有电的地方 有电的地方 再来把电断掉 电断掉 OK 理论上呢 我们讲过了 插头应该分大小 不要接错了 该有电就有电 该没电就没有电 比如说我们台湾同胞很聪明的 做两个样大 怎么乱插都插进去 但是我有碰过 那个插头真的是就做一大一小 就插不进去的 弄完就插不进去 其实这样做才是对的 这样做才是对的 甚至有的工人就装错了 有的工人就装错了 他们在考水电工的时候都考过 然后没人在 所以他们都知道 都知道 只是出来做是不是乱做 大家就乱做 不照规矩做 不好好做 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样做是不对的 OK 它如果接错了 它就可能会有漏电 你就可能会触电 就可能会触电 所以我说接错是不对 是不好 是容易会发生危险 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外壳啊 电气箱间啊 中心间啊 没有电压就没事 那你接错就会触电 那等一下讲管路的时候 也是一样 如果你 对不起 讲错话 讲接地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有做好接地 你就比较不会触电 接地如果没有做好 你就比较会触电 你就要触电 所以中心间火线接反就这样 然后呢 它就算它没有直接漏掉 它也可能会形成电容 电容你就可能会触电 你们 你们有这种状况吗 就是比如说电脑 碰到口灯电一下 有 我笔电我没有碰过 桌机时代我碰过 就是桌机 碰到就电一下 因为那个整个机器变电容 然后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电 那个只会电一次啦 碰到 静电 电一下 然后电就不见了 铺第二次就没有 第二次就没有 电一下 然后直接电 所以 总而就是 你接错就会有一些危险 或不好的事情 好 一百一除热 这种三桶 对不对 这三桶的 多一口 就是为了要接地 等一下就会交接地 接地的意思就是怕它漏电的时候会发生危险 所以第三桶是要做接地用 第三桶是要做接地用 可是一辙呢 可能这个本身就没有做好接地 再者 当然我会再讲一次 就是我们可爱的台湾同胞会做什么事 反正坐在一桶直接把它拔就拔 把它通断 那里面只有两桶 就到处都可以插 三桶就 你不要插得进去啊 你不要插得进去啊 你把它拔在那里就是 你就不会接地 就把当晚接地就是不存在 然后再说一次 就是不对 第三桶出来要做接地用的 这个是香港的插座 这个黑色线 蓝色线就是中性线 中性线 然后有一个绿色红色线呢 就是所谓的火线 火线 然后这里有接个保险试料之类的 然后上面那个接地线 绿色线黄色线 就是接地线 接地 好 等一下就要跟你讲接地干嘛 就是避免漏电的时候发生危险 人家就会说这件事情 OK 那你理解一下这些 简单的小事情 OK